女超联赛七轮战霸 武汉女族创下七连胜的辉煌 但恐怕也比不上 江苏无锡女族的寒金量 武汉车股将大 今天下午续血辉煌 3比1击败了青年军 青年军的名字叫广东梅州客家 武汉女族豪去七连胜 临袍积分榜 武汉女族的这场胜利 大家感到意不意外 惊不惊讶 恐怕十之八九的球迷 都会这样回答 理所应当 你想想 16名国家队队员 阵容已经无比豪华 再加上乌溜溜的外援 塔比萨特姆马 试问女超队伍中 还有谁如此整齐 如此奢侈 如此强大 果不其然 今天的比赛 武汉车股将大 只打完上半场 三个球的领先优势 盗瘦辣 进球的是塔比萨 马军 顾亚赛 这场胜利来得轻轻松松 自然而然 无比正常 反观陈婉婷率领的江苏无心女族 冰勺 将寡 几乎每一场都是硬仗 没有办法呀 今天陈婉婷依旧只能重用年轻的小将 青春风暴 惊艳了整个的赛场 龙兴 童 邵紫青 欧义瑶 李月华 年龄都在21岁以下 21岁以下又怎么样 他们都齐齐首发 老将 小将 奔跑全场 全攻全守 高位 低强 上海农山银行 这是老牌的豪强 今天下午 居然真的被江苏无心女族 拿下 要我说呀 长江后浪 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只有新人背出 敢挑重弹 锐不可挡 中国的女族 才会一直充满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 武汉车股将大的七连胜 当然值得赞扬 陈婉婷率领的江苏无心女族 七战六胜 持事求是的说 应该有更高的含金量 秋米朋友 您觉得我说的对吗